好 讲到王牌的机种 Net7就是微软跟华硕 他们一起联合出解 算不算是个王牌机种 但是之前就讲说 这个货是卖到爆 可是没想到这个货 才刚刚送到买家手上 已经引发接二连三的民众抱怨 网路上出现了玩家的一些声音 那么例如这个荧幕跟外壳 竟然怎么会松脱 而且荧幕还会出现很多 这个偏白的这个瑕疵 甚至就连打开盒子 都让人是一肚子气 一边摸一边称赞 手边刚拿到的Google新品版 Net7 网友超兴奋 还直接拿来做实验 你真的没看错 苹果iPad才有的自动开关 Smart Cover功能 自己用磁铁在Net7上也做得到 窗户 网友们又惊又喜 只不过接下来发生的状况 恐怕会让买家们失望不少 在下方的触控萤幕稍微大力滑 萤幕跟外壳竟然松松的没有密合 按压起来很不自然 萤幕偏白甚至还出现坏点 Net7不少瑕疵 陆续传出灾情 纷纷涌进网路 掀起一泼泼的抱怨潮 品质不佳 引发着质疑跟抱怨 尽管Google方面 有给予Net715天的退货期 不过其实不少买家 早从一开箱 就是怒气冲冲 一直敲不断锤 对纸盒又撕又割 但盒子不开就是不开 就这样过了57分钟 三位买家才好不容易打开了 天哪 就连外头的塑胶膜也粘得紧到不行 有够难撕 才刚上市Net7就卖到缺货 如今一连串的瑕疵 引发的抱怨潮 Google要怎么样因应 恐怕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东方才是线线冯雷里 众文报导